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下午好 歡迎收聽古海飛揚 那麼今天2024年4月26號又來到週末了 哇很快又到周末 而且是又进入了四月的月底 那你看第二季开始第一个月四月份 其实行情很热闹 非常热闹 其实做股票就是这样嘛 行情越热闹越有趣 越丰富越好玩 那只是说你在一个这么热闹的一个沸腾的一个市场之下 你怎么做 那股市其实到底在比什么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操作 我都觉得比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从市场里面学到 你该了解的 你从每一次的交易过程中 你有没有累积到真正的 你该累积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的经验 比的就是这个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讲 一个股市新手啊 进入股市最好不要一开始就让你赚到钱 那很多人说你这样子不希望你要赚钱 我不是不希望赚钱 我希望你赚钱 只是我觉得第一笔交易之后 如果你是亏损的 其实反而会有机会激发你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行情不错 可是你的交易却亏损 然后从中开始去学习经验累积 可是很无奈就是很多人 如果他这一笔交易他亏损了 他不会从中得到经验 他亏损他就没关系 我下一次我要怎么样 我再怎么样做 我要再一定要把它讨回来 只是纯粹就是我想要讨回来 我想赚回来 可是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 还是用原本的做法吗 原本的做法你已经失败了 你已经错了 那代表你不能再这样做 可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他还是不会去思考 是不是我的做法错 是不是我的时机 选股时机 timing 是不是我的哪个点不对了 一般人不会去 去自我的检视 可是做股票其实很重要就是 你要透过每一笔的交易 自我的检视 自我的检视 不断不断地从中去了解到 更细节的东西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我在进入这个投雇行业 代理客户操作之前 已经做了十几年 那其中从券商做法人部门 然后也做交易 那我说其实在我们的交易过程中 从交易员出生的我们 跟一般你们所熟知的 所谓的一般台面上分析师 从研究员出生的是不同的 交易员出生的我们 其实我们在乎的是 最后的结果 就是因为交易员嘛 就是要赚钱 所以我们在乎的是 实际的一个交易 我们该去注意的 点线面 面面俱到 那一般台面上 你看到很多分析师 他们从研究员出生的 所以他们只会跟你报告 这家公司今年预估赚多少 然后如何如何的 有什么题材 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买进了 那请问那个买进的时机对吗 你现在这个买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 你有没有去确认一下 它是否在转折区 你不能够只凭着基本面 所以一般台面上分析师 往往会叫你去追涨 追热门的 为什么 因为它题材 因为它有题材 有一个想象空间 那所以呢 尽管是大涨的股票 它一样叫你追 因为它会跟你说 它耳后如何如何 会很大好大好 所以你放心 这个地方安全买进 可是在我来说 我们做交易员出生的人 我们就不会这样做了 对不对 我要就是 我出手的时候 我的风险是最低的 出手的当下 风险最低 那代表你的出手的位阶 一定是最正确的 转折区 转折位置 风险是最低的 所以你要在转折区买进 你当然你承受的风险是最低 可是你能够拿到的 未来的获利呢 获利率极高 当你每一笔交易 从这个方向去出发 从这个方向去出发的时候 我跟各位报告 你一定可以在市场上 拿到你该有的财富 你绝对可以累积财富 那现在呢 你看今天的行情 4月份 今天已经到4月26号 4月底了 一个大震荡的 一个4月份的行情 很有趣 很热闹 那你做的如何 好 那你会发现 你听我节目了 好了 这个月 我跟你讲的 讲的 节目内容 也是大同小异 为什么 因为做法都一致 一样 一月如此 二月如此 三月如此 现在进入四月 我还是如此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做法是一样的 成功的做法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做 你就是想尽办法 你要去判读出 他是否进入转折区 然后去买进 这样的标的 你就会赚钱 我一样的预告 我一样的预告 一样的验证 一样的预告 一样的验证 一样的验证 到4月份我还是这样做 所以尽管4月是巨幅的震荡 重挫千点 然后又大涨五六百点 这种格局之下 我一样赚钱 我一样预告 事先预告 我一样开牌给你看 转折成功 对不对 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关键在做法 买转折的判读最重要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那我就先公开一档股票了 我就先公开一档股票 我相信已经有一些 投资朋友已经 在昨天就已经得到消息 我们的这档标的 是哪一档标的 因为他昨天就涨停了 这档标的他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那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公开了 这档标的我也是前一阵子 在上礼拜我就跟你预告过了 上礼拜我就跟你预告了 那只是说 你有没有去把握这样的机会 机会我会一直找给各位 只是 而且我都是预告 告诉你 这里有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你说 你想要试试看 买转折的一个操作手法 我欢迎你随时都可以来 那今天我把它公开好不好 来 这档标的昨天就涨停了 那事实上昨天涨停的前一天 前天 前天他就已经大涨逼近涨停了 然后 昨天他直接攻涨停 今天再所涨停 所以可以说是几乎三天三更 你会发现 上礼拜我给你预告完之后的 这礼拜 其实我就没有再跟你预告这档标的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上来了 前天他就已经几乎逼近涨停了 然后昨天我更没讲了 因为昨天拉涨停 那我今天就是把它做一个公开 好不好 来 这档标的是我前上礼拜 我跟你预告的一档标的 看画面就知道了 来我再提醒一次 如果您是听众朋友 你在听广播 你看不到画面的 请你先加LINE 加LINE之后的好处是 你加LINE之后 里面有点选这个免费的YT影音 去看我们每天在录广播的一个同时 我们有录影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广播同时 我提供给你的资料数据的画面 好 那这个东西 这些数据 简易的财报表这些东西 都是告诉你的 预告什么样的标的 他准备转折起掌 你可以先买这样的标的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 可以买什么标的 在转折区的标的的话 你可以赶快去加LINE 好 那加LINE完成之后呢 那期待在看我们的录影画面的 那请各位看一下这张字卡 这一份检疫的财报表啊 我在上礼拜就秀给各位看了嘛 对不对 上面我就告诉你这两标的 我们暂时叫做沧海遗珠 对不对 我说一颗钻石掉在地 一颗珍珠掉在地上了 上面弄了一些灰尘 那那个光就被盖住了嘛 那光被灰尘蒙蔽了 那问题是他还是珍珠啊 所以现在就比什么 比谁能够把那个珍珠找到 让它发光 让它发光 所以我说他叫做沧海遗珠 同时AI的受惠 同时也受惠AI 好啦 那我今天把它公开 今天涨停 昨天涨停 前天逼近涨停 几乎三天三根 你看上礼拜跟你讲的股票 这礼拜几乎三天三根 然后你看到上礼拜 到这礼拜 加均指数是巨幅震荡 对不对 很有趣的行情 可是呢你的做法正确 你一样 绩效远远超过大家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根本不用在乎 别人在讨论什么 什么什么强势股 什么大涨许久的股票 你们最近 最近你们开始听到 开始比较多人跟你讨论 营建股 那 开始比较多人讨论营建股 为什么啊 因为营建股涨了 对不对 那你问我说可不可以买 我当然跟你说不能买 那现在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营建的话 反正你就听听看 我给你建议啦 营建是在去年的11月底 11月开始起涨的啦 这一波是从11月开始起涨转折的 那11月12月1月2月3月4月 4月是它起涨上来的第六个月了 已经涨六个月了 涨六个月 现在看到有人跟你讨论营建了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一下营建股 这个月的营建都出量了啦 量都放大了啦 这样你了解的意思哈 所以你现在买营建是买在转折吗 当然不是啊 那它还会不会涨 它当然有机会再涨啊 可是问题是 你不是买在转折的 那就看你要不要去冒那个风险了嘛 那如果你问我说要不要冒风险 你听我节目都知道 我不在冒 我没有在那边冒风险的啦 我买股票 我重视的是它一个timing时机 我要买转折区 为什么你转折区 是最低风险位置啊 所以那个 那个已经长六个月 突离转折六个月之后 量都放大出来的 你要我叶子洋 带惠人去买营建股 很抱歉做不到 你懂吗 那你说要买什么 我跟你说 买沧海遗珠 因为它在地板上 因为它在地板上 一颗珍珠 掉在地板上 蒙沉了 没有人看到它 因为以为它是石头 结果呢 你把那个灰尘把它吹掉 哇 是一颗珍珠 沧海遗珠 三天三根掌停 你的营建墙 还是我的沧海遗珠墙 来 哪一档股票 各位看画面 哪一档 公布给各位看 光环3234 看到了吗 这边 光环3234 沧海遗珠 然后再公布 今天的一个 早上的光环的抠讯 好不好 今天早上的光环 有没有掌停板 看画面 各位看这张图表 有加LINE的 请看图表 请看解盘的画面 有没有掌停 对不对 而且今天掌停 昨天也掌停 前天是逼近掌停 几乎三天三根 来 我念抠讯内容给你听 这今天早上的 早安又掌停板了 因为昨天掌停 所以今天又是又掌停板了 我们的沧海遗珠 总算发光发亮 有没有就是被市场发现了 有没有就是我讲的 掉在地上了 蒙沉了 可是你把灰尘吹掉 哇 发光了 然后一发光之后怎么样 就会被大家发现它 所以我说早安又掌停了 我们的沧海遗珠总算 发光发亮被市场发现了 3234光环 周三逼近掌停 周四职工掌停 今天又再所掌停 几乎连续三天三只掌停 恭喜大家 买转折一定赚 感谢您 这是我今天早上的一个 给我们的会员 全体会员的一个简讯内容 3234的光环 看一下K线 各位继续看画面 来 前天逼近掌停 昨天职工掌停 今天再所掌停 几乎三天三更 几乎三天三更之前呢 你看一下这里 箭头纸的位置 这个位置 是不是 我节目中 我跟你讲 沧海遗珠的时间点 我跟你预告的时候 在这里 讲完之后 这礼拜开始 跳空 涨停 涨停 请问你 买转折 是不是风险最低 买转折 是不是一定赚 所以为什么买转折 你懂了吗 那那个 如果那个已经大涨上去的量 都放大出来之后 开始有一个一个分析师 开始介绍了股票 你要吗 你当然可以去买无所谓 但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 你要高风险 寻求一个可能的获利 还是低风险 可是却能够很高的 获利率的操作 你要哪一种 我们是来赚钱的 我们不是来逛夜市的 我们是来赚钱的 我们不是去看哪里热闹 臭热闹的 我们是来赚钱的 所以我们要来买在哪里 买转折 因为买转折一定赚 那这个是4月24号的盘后研究的分析稿 盘后研究分析稿 上面我就写一档股票 有没有 3234的光环 4月24号 盘后稿 我就写两档股票 其中一档是3234的光环 另外一档是什么 我说凌驾于 凌驾于这个 国防的一个军工股之上的 军工股是谁 391的森达科 有没有在这边 我就只有写光环跟森达科 4月24号 三天前 三天前的一个研究稿 我就只写光环跟森达科 而森达科 我已经给你公开了 而森达科 是不是我节目中也给你预告的股票 有没有 来 森达科 凌驾于军工股之上的军工股 森达科 拉涨停 创高来到200元之上 有没有 那请问一下 我在讲你的森达科 就在这里 有没有冲上去 是不是赚钱了 那这样是不是赚几十万 有没有 那你每一笔操作 100万操作 200万操作 你每一笔都是赚一二十万二三十万三五十万 是不是冲上来了 关键在哪里 你买在哪里 你看画面 是不是转折位置 这是什么 森达科 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我 我都有先预告 我都有先预告 我绝对都先讲 因为我可以在那里买的转折 所以我绝对做到这件事情 没有人做节目是这样做 每一次都预告 每一次都跟你公开验证的 来 所以424我只讲两档 一个森达科 一个是光环 那光环当时我在节目中 我也跟你讲过的股票 沧海遗珠 今天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那我就给你公开 今天涨停 昨天涨停 有没有 是不是在这里跟你讲的 然后涨停 涨停 请问你可以赚多少钱 100万就好 你说老师我资金不多 我只有100万以内的资金 你就100万操作 几乎三天三根涨停 你可以赚多少 对不对 一根涨停10% 几乎三天三根嘛 你100万下去赚多少钱 那200万操作人呢 懂吗 所以你说要买那个热门股 才会赚钱吗 一定要追银件吗 一定要去追散热吗 一定要去追那些 大家每天在吹捧的股票 才会大家都已经很热的股票 才会赚钱吗 我就做给各位看 各位 我做节目其实我也是在做给各位看 从我的操作 我引导你 我告诉你 我教你 股票操作不是去看热门的在哪里 不是去做热门的股票 股票操作是买完之后 它会涨你就赚钱了 所以你要买的转折位置股票 光环它有接这个Google的一个细光的代工 对不对 它的细光子概念股 你看这两天 今天盘面上这两天 从昨天到今天盘面上细光子的一个话题又来了 因为台积电跟你说 他可能在2026年 他要用这个COVAX搭配这个细光的一个技术 可能2026明年后年就实现了 台积电已经跟你讲了 所以呢 昨天的一个细光子的一个CPO的 这个供封装的一个概念股相关就转强了 可是我跟你讲 请问你 我在讲光环的时候 我在预告这个 沧海遗珠的时候 台积电有跟你讲这些事情吗? 没有 是不是 所以 你要跟谁操作 你心里有数了 下定决心 帮你自己一次 来 光环除了这个细光的一个题材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最近 最近 有2338的光照 你们都知道光照也是老牌电子股了 光照 已经正式的 好几席的董事 已经入主了3234的光环 也几乎可以讲你全面性入主光环了 你几乎可以全面说 然后2338的光照入主了3234的光环了 董事好几席未进去了 所以耳后你会发现 光环在2338光照的加持之下 他的业绩营收更有看头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转机 他是不是一个蒙成的珍珠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才跟你说 我们知道很多事 我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要逼我一定要先讲出来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先讲 了解我意思 所以我才跟你说 沧海遗珠 很多事情不能先讲 所以当时我跟你说什么 二月营收 二月年征月征不简单的 2359所罗门 有没有 当时我也不能跟你公开 我也是遮起来 可是我说什么 背后有故事 你听得懂吗 你可能听不懂 可是我没办法跟你讲 结果我讲完 预告完所罗门之后 没几天 后来几天之后 GDC大会NVIDIA 秀了所罗门公司的Mark上去了 请问你 是不是开始飙了 哦原来机器人 NVIDIA 跟所罗门合作啊 答对 背后有故事 有没有 我字卡图卡上面 简易报表上 是不是写给你看背后有故事 有些事 我知道 我能讲吗 你可以先讲出来吗 你不能先讲 你就是做就对了 所以我说我做节目 我也是做给各位看 我做给你看 不是去追那个已经大涨热门的 是买那个准备涨的 只要你知道它背后有故事 你知道它背后有题材 你就是可以找机会 在实际timing 确认的时候 转折区 大举的买下去就对了 所以我做节目怎么做 我先预告 这个国票标的在转折区 未来要动了 你先来买 我预告 所以我预告一次 预告两次 预告三次 我不会闲缩 我每一次都预告 我不嫌累 我就不断预告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做给你看 我每一次预告 我都可以公开给你看 我每一次预告 我都可以公开给你看 它事后有没有转折上去 有没有赚钱 我每一档都这样做 所罗门讲完之后 11根涨停 11根涨停 分盘交易 限制一下之后 开牌之后 再三根涨停 今天再创高 毕竟涨停 各位 今天再创高 一档所罗门 我赚超过两倍了 再来呢 那既然跟NVIDIA 合作机器人的所罗门 可以涨两倍 那这家公司 可不可以涨两倍 你觉得呢 这家可不可以涨两倍 另外一家 跟所罗门 跟那个NVIDIA 合作的机器人概念股 它可不可以涨两倍 我不知道 我不能讲 免得人家说 你是不是公开目标价 如何如何的 我没有 我就说 如果所罗门可以涨两倍 那你觉得 它可以涨多少 它会被反映呢 另外一家 跟NVIDIA 合作的机器人概念股 各位 请你加入我们 我带你买进 记得 要买进这档标的 另外一家 NVIDIA合作的 这一张公司 已经在转折区了 要就赶快 一旦喷上去 我就不接受 我不讲了 这家公司要买投资的朋友 请你今天拨电话 记得 记得 拨电话之后 要买这档标的 你务必要告诉服务人 我要 我要买 我要买NVIDIA 另外一家 合作的机器人概念股 然后呢 你务必要跟他说 我要专人通知 因为这两标的 我通通专人通知买进 我通通专人通知买进 所以你务必拨通电话之后 告诉他说 我要专人通知 买股票 告诉服务人说 我要专人通知买股票 好不好 时间有限了 我们下周 我希望可以通知到你 赶快一起来买进 一起上车 一起赚钱 下周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